yo this is dj 人莫 哈囉各位同學 歡迎你再次收看 dj 人莫製作的教學影片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看的是三角形的外角 好三角形的外角呢 在所謂的幾何是最基礎的 那我們看一下三角形外角 首先第一個外角性質 它是什麼 三角形的外角合為360度 而且在這裡呢dj 人莫多做一點延伸 就是說我們看這三角形 你把三個邊做延伸之後會形成三個外角 分別角A的外角是角1 角B的外角是角2 角C的外角是角3 那這三個外角相加會等於什麼 360度 但是dj 人莫剛剛說要做的延伸是說 不論你三角形、四邊形、五邊形、六邊形 不斷的延伸出去之後 所有的凸多邊形 它的外角合都會什麼 360度 好不好 請各位同學要記得這點 然後第二個 我們第二個性質是說 外角會等於兩內對角的合 什麼意思呢 我們在這裡還特別舉個例子 對角C而言 因為我們有畫出外角 所以我們把內角的部分稱為角1 外角部分稱為角2 你的角2是角C的什麼外角嗎 那它會是角A加上角B 算是在這一邊 那這個性質呢 是我們在做幾何考題的時候常常用到的 所以請各位同學要特別注意 那緊接著呢 我們就看一下歷屆試題當中 跟外角相關的考題 YOW 各位同學 接著呢 我們要看的是90年度第二次機側的第14題 題目說在三角形ABC當中 如果角B的外角是120度 而且三倍的角C等於兩倍的角A 它試求角A等於多少 A選項給你36度 B選項給你48度 C選項給你60度 豬選項給你72度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題目該怎麼做呢 首先請各位同學 把你的筆拿出來 在這裡呢 DJ的夢要培養各位同學的觀念 不要懶惰 懶得去做圖 既然他考說三角形 雖然他是文字敘述的考題 可是你自己拿出紙尺 畫一個三角形 不會因為這樣少一塊肉吧 可是很多同學做題目的時候都很懶惰 他直接想憑空想像就好 那這樣子形形下 你很容易就會犯錯 我們就畫出一個三角形來 然後因為他有給我們角B的外角是120度 所以我們做角B的外角 然後記得外角是120度 好因為角B的外角是120度 根據 外角性質 外角等於什麼兩內對角的和 所以角A加角C就什麼 120度 好啦 那在這裡 因為題目有提到兩倍的角A 因此配合這句話 我們雖然是角A加角C120 我們把它乘兩倍就有兩倍的角A嘛 因此就是兩倍的角A加兩倍角C等於240度 你看一下DJ那麼多用心啊 還在這裡幫你用紅色的 標出來 當然各位同學 自己在機側的時候 可以拿紅筆 把它畫起來提醒你自己 這是一種線索好不好 好 緊接著 因為三倍的角C等於兩倍的角A 那我們前面也有這句話 所以我們直接把兩倍角A用三倍角C帶進去 那我們就得到三倍角C加兩倍角C等於240度 好啦 三倍加兩倍等於什麼 5倍 所以我們5倍的角C是240度 那角C就等於240度除以5 就是什麼 48度 好啦 不要忘了喔 角A加角C是120度 我已經求出來角C是48度 所以角A就等於120 扣掉48度 答案等於什麼 72度 那這樣各位同學會了嗎 好一樣 What you do 如果你看到這題目 你發生了大考徵後期 腦袋一片空白的時候 請你不要緊張 題目既然給我們的外角這個名詞 大部分的情形下 我們都會遇到什麼 外角性質 你稍微回想一下外角性質 第二個 請你不要懶惰 一定要把圖形畫出來 好不好 第三件事情 你一定要注意倍數的關係 因為通常提到外角就會講到 它跟其他角度之間 會有個倍數關係 在這時候 請你不要判計算錯誤 數字要看清楚來 OK